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欢乐的场景令人赏心悦目 但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月后 它竟然引发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惨烈的龙卷风 1972年美国洛伦之教授这个看似荒谬的论诞 诞生了当今世界伟大的混沌理论 当我们今天被香港波澜壮阔的反送中运动所震撼时 很难想象它就是由一本八卦小书和一个小书店所引发的 这本小书就是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一百余页 内容大多来自道听途说的八卦故事 有人对他不屑一顾 也有人批判作者格调低数 但他的作者西洛说 书中许多故事并非编造 而是源于居住纽约法拉盛的福建和浙江两地新移民 他们有很多有关习近平在那里认知的传闻 习洛是该书的作者之一 后来他与其他作者达成协议 以他的名义出版 习洛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习洛接受采访时说 法国大革命前 有些作家专门写政治诽谤书 写黄石荒淫乱伦 偷窃违反宗教道德 将近有一千本这样的书 这有用吗 有用 在一个黄泉神神不可侵犯的社会里 当黄泉被充分揭露时 人民心中对黄泉的尊重和崇拜就会降到最低点 于是乎革命到来时 人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反对黄泉的大革命中 或许当初奚落的想法并没有这么高大上 而仅仅想调侃一下当今中共最高领导人 或许只是想通过八卦书赚点钱 但他一语成诚 当他把书稿发给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敏海时 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铜锣湾书店是一家已出版大陆政治禁书文明的香港独立小书店 书店有股东吕波贵明海 店长林荣基 业务经理张志平和经营者李波五人 尽管贵明海因大陆官方的压力而取消了该书的出版计划 但灾难还是降临到他自己和铜锣湾书店的身上 可谓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自2015年10月起 铜锣湾书店五个员工就陆续失踪 林荣基 李波和张志平在访问深圳东晚时失踪 贵明海 瑞士国籍 在泰国失踪 李波英国国籍 在得知其他员工失踪后 他很紧张 表示绝不离开香港寸步 但他还是失踪了 一个月后 李波接受大陆环球时报 凤凰卫视专访 表示自己是偷渡回内地协助调查 不涉及被绑架 贵明海在失踪三个月后 2016年1月17日 被证实已被中国警方抓捕 官媒新华社发表文章 披露了贵明海失踪的传奇经历 文章称贵明海2003年12月 因在林波酒后驾车 导致一名女大学生死亡 被判两年徒刑 缓刑两年 当贵明海在缓刑期间 请回了香港 因而他被法院取消缓刑 被中国政府通缉至今 贵明海2015年10月 在泰国因良心发现 对自己的潜逃痛心疾首 以泪洗面 决定偷渡回大陆 投案自首 同日 央视发布了贵明海的专访视频 贵明海在尽头前 亲口承认涉及酒驾案 并哽咽地表示自己 因为潜逃而无法为父亲奔伤 因而现在想回国自首 承担自己的责任 并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2016年2月29日 凤凰卫视播放了 林隆基 吕波 张志平的视频片段 片段中 三人都认罪悔改 表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且口径一致地说 是受了老板贵明海的唆使 自此 铜锣湾书店 五名店员失踪事件 水落石出 但有一个问题 我们难以理解 既然李波贵明海 都是回大陆投案自首 应该是件光明正大的事 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偷偷摸摸 遣回大陆呢 莫非这兄弟二人 是看谍战片 看多了 走火入魔 这个谜谈 不久就被店长 林隆基揭开了 2016年6月16日 中国警方要求 林隆基返回香港 把铜锣湾书店的客户资料 拿回大陆 但当他回到香港后 改变了主意 联系了民主党立法会议员 何俊仁 在立法会召开记者会 详细说明了 他被中共当局扣押八个月的情况 原来在拒押期间 他被六主人 24小时轮流看守 丧时自由 林隆基被中央专案主人员 提审20到30次 外出提审两次 当中曾审问 有关一些大陆 视为政治禁书的撰稿人资料 有要求林隆基 指认购书客户的身份 您在有导演 有台词下 被迫拍摄认罪骗动 至少 我们可以认定 李博和桂敏海 是被中共警方 从香港和泰国 绑架回大陆的 他们的认罪是被迫的 除了桂敏海之外 其他4名当事人 已经陆续获释返回香港 林隆基表示 自己决定召开记者会 是因为受6000名 不认识的香港人 上街声援而感动 如果身为港人 再不站出来发声 香港就没有救了 2019年2月 港府因一事发台湾的凶杀案 决定修订了逃犯条例 其使用的范围 将扩展到大陆 台湾和澳门 林隆基自然很恐惧 因为他曝光了 铜锣湾书店店员 失踪的黑幕 是中共的眼中钉 肉中刺 于是他要逃亡 林隆基说 我必须要走 因为我还有罪名在身 所以我要在条例7月 通过前走 3月31日 将是我最后一次 在香港参与游行 之后就要找地方落脚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着草 也就是逃走 中国政府可以变更你的罪名 以我为例 因为违法经营书籍销售罪 被通缉 我的罪名在香港 不算犯罪 无法引渡我 但如果变更罪名 例如指控我窃取书店的电脑 当时我本打算把成有读者资料的电脑 交给大陆 最后不想出卖读者而改变主意 在香港也有这条罪 那么就有可能把我引渡 香港法庭没有权利判断 证据的真伪 4月25日 玲珑基逃亡台湾 离开了香港 这个生他养他的故土 下面我和观众朋友们 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一本八卦小书 和铜锣网小书店 会成为蝴蝶的翅膀 我的看法是 首先中共2012年以来 种种政治倒行逆施 使香港人产生了严重的焦虑感 2012年以来 中共在政治上严重倒退 抓捕维权律师 破坏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 否定司法独立 和强调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使香港人不寒而栗 2014年香港战中运动 所追求的普选被无情打压 香港人认识到 所有的香港人都在一条船上 对铜锣网书店的不公正 就是对所有香港人的不公正 其实中共的司法 就是中共的刀把子 没有公正 没有底线 王炳章1998年 在美国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 2002年 他在越南 被中国的警方绑架 彭明2004年 在缅甸 被中国警察绑架 2013年10月 出版余杰作品 中国教父习近平 得香港城中书局 出版人姚文田 在深圳被捕 2015年5月 以年届73岁的姚文田 在深圳中级法院 被控共同走私 普通货物罪 判入狱10年 2017年1月27日 清晨 中国富商 肖建华 从他长期居住的 香港四级酒店 被绑架回大陆 目前音讯渺茫 无数的事实 告诉香港人 中共海外绑架 和威胁香港法治 与出版自由的现实 导致了中共 一再向世界宣称的 一国两制幻影的破灭 标志着大陆警方 在香港任意执法 已经成为事实 当今中共政权 不仅在大陆内部 对言论出版高压言打 而且彻底改变了 容忍香港出版自由的态度 以至于发展到今日 输出野蛮执法 公然出手 从海外绑架出版人士 过去是中共偷偷摸摸的 到香港绑架 一旦送中条例通过 中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在香港为所欲为 港府送中条例 就是不顾香港人的死活 让所有香港人 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在我们再关注一下 西洛的八卦小书 和林隆基的秘语 据了解西洛 早已转让了该书的剧作权 今年6月 该书在洛杉矶 由西点出版社出版发行 目前已在洛杉矶书店 和网上销售 已经逃亡到台湾的林隆基 9月5日发起铜锣湾书店 台北重启的众筹活动 他在众筹网站上 讲述铜锣湾书店 创立到遭遇的困境 以及未来重启计划和目标 打出为自由灵魂而开的标语 众筹的目标是280万新台币 但不到24小时 就已经募得超过311万资金 林隆基说 众筹资金达标了 本来那个书店 就是被共产党用暴力摧毁掉的 他意图把香港的自由思想摧毁掉 现在我们在台湾重新建起来 这很有象征意义 我们可以预料 不久的将来 铜锣湾书店会在台湾重新营业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一本八卦小书和铜锣湾小书店 与香港抗争运动 本来并无关联 但中共的愚蠢狂妄 让它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 铜锣湾书店事件 以及十九大后 中共对香港的全面管制 使香港人感觉到 一国两制已经死亡 香港即将变成大陆的一个地区 每个香港人 曾经享有的财产权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和司法公正 都将荡然无成 美丽的东方之珠将变成一个遥远的记忆和故事 香港人不甘心香港的沉沦 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拯救它 三万人占了出来 五十万人占了出来 一百万 两百万人占了出来 整个香港城沸腾了 八卦小书 铜锣湾小书店 这只弱小的翅膀 造就了身世浩大 汹涌澎湃的 香港反送中风暴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